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 11月19号星期三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宝申 各位好 我是宇周 香港执法人员昨天 也就是18号开始执行临时禁制令之后呢 有示威者今天凌晨冲击立法会 并且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那么这场要求普选的民主运动将何去何从 他的意义经验和教训有哪一些呢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邀请民主人权观察人士来进行解读 另外随着全球关注焦点 本月集中亚太 香港的占中运动也成为无法回避的试点 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 香港人正在为自己的普世权利发声 习近平则表示占中非法 那么美国如何处理敏感问题上与中国的分歧 香港的普选诉求 是否惊动了中国的亚太梦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也将请分析人士进行讨论 好 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 安华 谢谢保持我们来进入新闻时段 香港主张2017年特首珍朴犬的抗议者 星期三清晨在试图闯入立法会大楼的时候和警察发生冲突 至少有四名抗议者被捕 下面是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19号凌晨 一些对香港法院颁发清场禁制令不满的抗议者 戴着口罩 防护镜或者是防毒面具 用被称为铁马的金属路障 冲击立法会大楼的玻璃门 导致两扇大门玻璃被毁 大约一百名防暴警察几分钟之后赶到 用警棍和胡椒喷雾驱散示威者 至少四名抗议者被捕 三名警察受伤 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说 可能由于政府对战中抗议者的行动置若罔闻 或是一些民众采取有关行动 他表示不理解冲击行动的意义 怀疑示威者被误导才使用暴力 过去一个多月来 香港学联其他团体和战中人士 从来没有停止让政府对我们提出 政治改革要求做出答复 但是如各位所看到的 虽然我们愿意对话 请不同的政府代表从中斡旋 但是整整一个月 政府都无视我们的要求 这次抗议者冲击立法会 致使立法会的一些活动被迫取消 香港的一些民主派议员和抗议活动领袖 指责抗议者试图暴力闯入立法会 敦促抗议者信守非暴力的原则 香港公民党领袖 香港政府说有必要采取措施 防止示威者的抗议活动失控 香港律政司长袁国强说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证据 如果法律允许 我们一定会严格执法 我们不希望传达这样的信息 违法行为不会有任何后果 为了保持香港的社会秩序和法治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基本的做法 争取香港2017年真普选的占中行动 在长达53天的抗议中 一直是和平与非暴力的 即使18号执行法院命令的直达主任 在拆除金钟中信大厦前 抗议者设置的路障时 也没有发生暴力冲突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联合国一个人权委员会通过决议 建议将朝鲜送交国际刑事法庭 就其所犯的反人类罪接受审判 来看VOA卫视的报道 由日本和欧盟起草的 这个没有约束力的决议 星期二以压倒性多数 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获得通过 决议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 二月的一份报告为依据 报告详细列出了朝鲜数十年来 发生的系统性的触觉 酷刑强奸和大饥荒事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杰夫拉特克辛切尔表示 支持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具有收服力 需要得到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充分重视 美国每年都是第三委员会 朝鲜问题决议案的共同提案国 今年也是我们支持这项决议 首尔方面也对这个决议得以通过 表示欢迎 决议的通过显示出国际社会的关切和意愿 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应该得以贯彻 以改善朝鲜的人权状况 我们希望朝鲜接受建议 在改善人权方面采取切实行动 朝鲜多次否认犯下人权暴行 指责美国及其同盟 试图抹黑和推翻朝鲜的当权者 预计该决议下个月将提交 联合国大会进行辩论 并得以通过 但是目前还无法得知该决议 能否再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 联合国安理会得以通过 中国和俄罗斯在星期二的 决议表节中都投了反对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红磊 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国反对这项提案 中方一贯主张 通过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 来处理国际人权领域的分歧 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将人权问题作为对别国施加压力的手段 我们认为安理会 不是讨论人权问题的合适场所 将人权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 解决不了问题 在联合国计划就此进行投票之际 平壤当局近几周开始设法缓和国际社会 对其人权记录越来越强烈的批评 朝鲜近期释放了三名被其关押的美国人 并表示愿意让联合国的高级人权官员 到朝鲜访问 尽管如此 人权观察组织仍然呼吁联合国成员国 通过这一项它称之为里程碑式的决议 VOA卫视新闻报道 法国官员说 他们在伊斯兰国公布的斩首视频上 在场的激进分子当中 又辨明出一位法国人 视频显示美国救援工作者卡西哥的头颅 和至少18名叙利亚政府军被斩首的画面 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三 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说 视频显示有两名法国公民在场 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 调查人员说 已经确认在场的第二名法国人 22岁来自巴黎郊区 大约一年前抵达叙利亚 法国星期一宣布 22岁的法国人 马克西姆奥沙尔在斩首现场 奥沙尔去年离开法国 前往叙利亚 阿朗德总统强调 年轻人被海外激进分子洗脑的危险性 好的 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 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欢迎订阅 开始执行高等法院的临时禁制令 清理金钟中信大厦外的抗议营地 而少数激进行动派示威者 19号凌晨冲击立法会并同警方发生冲突 历时50多天的占领行动面临严峻挑战 这场由学生主导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 启动时可谓声势浩大 逐步发展到一场市民广泛参与的民主运动 但目前却陷入低潮 它的意义经验和教训有哪些 香港人民在争取民主的前途在哪里 时时大家谈邀请民主人权观察人士进行解读 好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 是中国民主活动家北京吃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 胡先生你好 你好 胡先生通过skype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观察人士媒体人 温云超先生 温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胡平老师好 大家好 好 你好 温先生呢也通过skype从纽约参加讨论 我们欢迎两位 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 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 各位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 提出您的问题 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 首先呢第一个问题 我想问这个温云超先生 就是刚才我们也看到 就是在今天呢 在香港的这局势呢 有一些暴力的场面 那么您怎么看这次的这个 香港民众争取真普显运动的 这个风云突变呢 还有他这个这次暴力冲突 他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呢 首先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暴力冲突 因为即便是占领政府机构 这是在一个公民抗命当中 本来应有的行动 打烂一扇门 它并不是针对执法人员的暴力攻击 所以我认为将它定义为暴力行动 本身是有问题的 当然这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占领持续到50多天之后 有些占领者 他们想将行动升级来给香港当局 施加压力 这完全是因为香港当局长期不回应 占领民众的行动 所导致的一种客观的结果 当然这种行动 有没有跟其他的人事协调 能否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当然可以继续讨论 胡平先生 谈一谈您对19号凌晨 在香港立法会外边发生的这个事件的看法 我想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学联学民 已经和平战中的人士都表示了态度 就强调要进行非暴力抗争 对可能对这个发生的这种新鲜 当然表示表达一种意义 我想这个对于这个维持续运动 整个运动的和平非暴力 是非常重要的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 在占领运动时期的几天 那么他在保持非暴力这一点上 还是做的相当成功 是 那文云超先生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看到 是从这次运动一开始 有关的组织者一直强调 这是和平非暴力的 您可能不同意这些个暴力活动的说法 但是呢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在香港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反对 一些民主派的立法委员 包括一直以这个行动 这个来反抗著称的长矛 梁国雄先生也表示 不同意这种看法 所以您看一看 您这个看法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 年轻的学联和学民思潮 他们的反应 跟这些泛民的传统人物 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在双学看来 他们是可以理解这些人的行动 但是他们认为应该目的更清楚 如果行动前大家要商量好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泛民的传统政治人物 他们甚至出来用谴责这两个字 这也看得出来 从这一个很简单的事例 也可以看得出来 一些老一辈的政治人物 他们其实被边缘化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也就是说他们很难知道 现在年轻人在想什么 他们也没有办法把自己放到这些年轻人的立场 去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在面对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情况下 凌晨的这场冲突 起码让这次参与遗伞革命的民众们 有一个机会去讨论 光和平理性非暴力 来面对一个极权政府 是不是足够 好 谢谢温先生 接下来我想问胡平先生 那么我们看到 就对这次香港占中运动的 这个民意的支持度 逐渐地在下滑 那么您怎么解释在这种民意 它的这个转变呢 我想这种转变应该说是在意料之中 因为这次这个雨伞行动 采取的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抗争方式 就所谓公民抗命 而且是一种间接性的公民抗命 也就是公民这个故意违反一些 通过故意违反一些法律 并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以此来换起这个社会的关注 那么这它主要采取的就是占领一些交通要道 阻塞交通 那么这种做法正因为它比一般的机会 要产生更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它不仅在香港 而且在整个世界都激起了强烈的反应 而且也迫使港府同意和学联对话 但是这种形态有一个弱点呢 就是说因为它采取的方式是要阻塞交通 因此给这个市民的日常生活呢 就造成一个诸多不便 在起初那么大多数市民能够理解这种做法的意义 所以他们依然表示对运动的支持 但是久而久之 那么人们看到他们对他们生活的不便和不利在增加 而运动呢既然已经达到了相应的效果 换起了社会的工作 那么再继续下去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此这就导致就很可能导致很多 原来支持战中的民众 对此就表示不支持 那么现在这几次的 从一个多月来的这些民意调查 已经显示了这一点 而且还有一个 就是不久前这个理工大会的一个民意调查 还揭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那就是说对于战中发展到今 哪一个人或者团体应该负最大的责任 那么在运动初期 绝大多数人认为最应该负责任的是港府和北京 可是到了后来 到了也就是这个月的一号二号 我们发现呢 民意调查显示呢 多数人反而认为最应该负责任的是战中的人士 相应呢 他对港府的责任呢 指责港府应该最负责任的反而减少了 那么我想这个这个结果呢 更值得注意 我想当然不是说这些 那就说明有相当一批人 原来认为是应该由港府负责的 那么现在转变为认为应该由战中者负责 那么可见他们对于整个运动的意义不是不了解 当然至少战中行动是被这个 这个所谓夹普选反而逼出来的 但是我想他们的考虑 无非就是这个运动既然已经达到了 他应该达到的 也是达到他可能达到的目的 那么再坚持下去 就是没有不可能有太大的作用 只是白白的影响我们的一场生活 所以转而去这个事情比较不满 那么这件事情就更值得注意 文超先生 导播告诉我你有话要回应 请谈谈你的看法 刚才胡平先生引用的 11月初的那份民意调查报告 我不得不郑重指出 那是明建联做的调查 我们知道明建联在香港的角色 他是建制派的最主要的政治力量 他们做的民意调查 并不能用来说明问题 我们如果要引用调查报告 我希望引用大学的调查报告 所以我在这 我引用的是理工大学的调查报告 好 我说理工大学的调查报告 还有香港中文大学调查报告 他们在运动之初 占中运动的支持度是有34% 在两天之前做的报告 占中运动的支持度还是有34% 所以从这个数字上看来 我们并没有看到说 对占中运动的支持度有下降的趋势 当然我们看到在10月中下旬的时候 支持度会比现在略高一些 但是在一场激烈的社会抗争当中 特别是这种长期持续的抗争当中 民意度有波动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所以在这一点 我觉得最大的压力来肯定是给到香港当局 而不是学生这方 所以他们坚持到第50天 如果能坚持到100天200天甚至一年 这都是更了不起的一个记录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不认为现在需要离场 因为对于占中来讲 他们这种持续并没有太大的难度 胡平先生 在这场战争运动开始数天以后 我就看到您在网上发表文章 您认为战争行动应该建好就收 解释一下您的想法 您现在是不是仍然这么看 对 我现在仍然这么看 而且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就是 战争运动已经错失了 建好就收的最好机会 最好时机 那么因为第一 所谓这种公民抗命性的运动 它直接目的就是唤起社会的关注 在历史上 还知道有哪个公民抗命运动 就在这个运动过程之中 就达到了它的诉求 更何况这次公民抗命运动 是所谓这个间接性的公民抗命 也就是在这里公民违反的法律 并不是他们要反对的法律 并不是要他们所针对 不满的那种所谓恶法 而是交通法律 实际上他们违反的这个目的 仅仅在于跨境社会的关注 因此当这个目的达到 这个是它一般公民抗命运动 总能达到最大目的 那么这个目的 它早就超出指标的达到了 更何况在此之前 学来就提出过和港府对话 被港府拒绝 而在这个战争运动高超期间 港府也被迫同意和学生对话 那么我想这个就实际上 就是已经见到了 而且事后回头来看 我们可以相信 福尔市已经见到了最好 现在我想就算是最乐观的人 他们也很难认为 这种运动再继续持续下去 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成果 好 谢谢胡平先生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 美国之音的时事 大家谈节目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香港战中运动风云突变 香港的民主诉求将何去何从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400-120-05-51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 沐南的温先生 你好 你好 请给我30秒 我把话说完好吧 好 请讲 这个轰轰烈烈的太阳发学运和战定中环运动 充分说明着中共腐败独裁的 一切理念不得人心 与时代和未来未及 是自掘坟墓 迟早会导致真正的颜色革命 战中运动目前虽然陷入激潮 但是这场公民靠命行动 给香港年轻人来自几代人都上了宝贵的一课 让争取民主自由的理念 在香港深入民心 也让他们对中共这种无信无义 虚伪残暴的独裁政权 有得更深刻的认识 或许他们太纯真 太善良 以至于对中共这种腐败 无能残暴不仁的政权 实现了基本判断 幻想中共能自行改良 幻想中共能给港人真正的民主权利 幻想能通过对话解决政界分歧 残酷的现实 让他们更加理性和坚定 大家就是放弃幻想 不但调整和丰富斗争形势 进行更加巢眼和切实可行的抗争 大家面对的是 设计上最无耻最强大 最破坏你的罗塞残暴 谢谢湖南的威先生 明白您的意思 非常感谢 接下来一位呢是江苏的毛先生 毛先生您好 请您把您的电视和收音机的声音观想 对是您毛先生 请您把电视收音机的声音观想 江苏毛先生您在现场 对好 谢谢您 好的 谢谢您 那个我要讲两点 第一 我的意见是最好就是说 明鲁要一个过程 好 谢谢毛先生 您电话不是太清楚 接下来一位是印度的扎西先生 您好 主持人嘉宾您好 请问这次香港的运动 和那个59年西藏的运动 西藏人的那个抗议有什么不同 好 谢谢印度的扎西先生 那么首先我想请 温云超先生做一个回应 那么同时我想问问您 就是说您刚才谈到的 您是支持这个站中运动 要一直地继续下去 坚持下去 那么您认为就是 如果坚持下去的话 会能够收到一个 什么样的这个效果呢 首先我简单回应一下 所谓的见好就收 见好就收在逻辑上 并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你不知道好 接下来有没有更好 并且什么时候才是好 这个很难判断 所以就是说 是不是站上街头的 第一天就应该收 因为已经站上街头 展示了意志 你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 所以他整个在逻辑上 他没有办法推断出任何一个 可以用来作为决策依据的时间点 并且从香港这次的时间来看 如果在胡平老师 10月2号提出的 见好就收 那个时间点收的话 就没有后来通过对话凸显 执政当局的一个 那个很荒谬的一个姿态 也没有办法通过暗角事件 来凸显香港滥用警力招致的民分 那更就没有建制派分裂 包括梁振英特首提出的 那个1800块美金平均线以下 投票钱那些问题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是不赞同的 那至于就是说香港能不能坚持下去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香港民众 留在街头上的人并不多 他们用帐篷占据的方式 解决了疲劳的问题 那香港政府如果清场的话 可能有更多的学生或者民众 出来重新占领 我们可以看到10月17号 他们通过重新占领旺角 让运动进入了一个稳定态 也就是说又持续多了一个月 那我们就要看 下一次香港政府全面清场的时候 民众们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好 谢谢 那么另外就是胡平先生 请您回应一下印度的扎西先生 所提出的 就请您比较一下 这次的香港这个运动呢 和50年代的西藏的运动 有什么样的异同 当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 香港五九年 当时这个西藏拉萨五九年 当时发生的情况 起初就是一种和平的抗争 那么后来遭到当局的镇压 那么这次这个事件呢 因为它发生在香港 发生在所谓这个 毕竟是一国两制之下 当局这个很难进行 这种直接的武力镇压 那么所以一直延续到今天 另外呢 这也是回应刚才 文云超先生的一些看法 那么当时我提到 10月2日就见好就收 因为当时就是在当时 港府答应了要对话 那么所以 如果当时就接过这个对话 那很多 第一 后来很多发生的问题 一些负面的事情不会发生 第二如果它发生了 恰好被在谈判席上的学生代表 增加了筹码 那么再回到这个现代情况来看呢 问题不在于 那很多人都认为 既然当局现在 未必就会实行武力清场 因此在香港实行这种长期的战争 是完全是可能的 但他们没有考虑到 这种做法在一般市民中引起的感受 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 就是一些原来支持战争的人 后来变得不支持呢 对于反对 而且更严重的是 它可能导致整个泛民派 他们的票源的流失 也就是会有一些 原来赞成投票给泛民的人 因为这件事情持续了太久 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他们主要是不投票给泛民派 那么这样的造成后果 在香港共产的体制之下 尽管泛民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 但是依然很难在这个 立法会中占据多大的优势 但如果他们失去一些票源的话 那么所造成的这个负面效果是 难以估计的 那么这个很简单 因为毕竟有这么一批中年派的市民 他们也认同民主 但是呢 他们把民主 对于就摆在和我们一样高的地位 他们会把其他的一些价值 包括这个生活的安定啊 包括赚钱呢 摆在同样重要 来自于更重要的位置 如果他们发现 你这样的抗争下去 又不可眼下 至少在眼下 不可能取得成果 而只是突然在骚扰他们的生活 那么他们就会对你负面一下 我们可以说这些人很庸俗 很势力 很小市民 但是他们是你的票源 那么每一个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范明派的议员 非常着急 就在一个星期之前 范明派的这个民主党的 这个何俊仁 就几次表示 因为他们对 针对学南提供的官员 辞职变向公投的问题 他说我可以辞职 但是辞职要有条件 就是你们宣布这个撤退 而当学员拒绝撤退 那么从那个 英文合并 他非常清楚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次 如果长期的不收的话 那么造成的最大的损失 一定是范明派 而且一定会客观上 助长建设派成长 这点是历史上有 不光是在中国六四 在其他很多国家 都发生了同样的 这个先例 好的 我知道温云超先生 要做出回应 不过我也想请您 回答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 在2003年的时候 香港发生了 大规模的市民 反对香港政府 就基本法第23条 进行立法的 这么一个行动 当时香港称为 反恶法的行动 在7月1号 2003年7月1号的那天 有50万香港市民 自发的走上街头 反对他们这个 立法的这种立场 那么导致后来 具体来说 在9月5号 当时的特首 董建华来宣布 不就23条 竟立法撤回了 他的法案 草草草建 那么这场运动 也没有发生战中 而是由通过走上街头 进行游行示威的方式 来实现的 请您对那场运动 和现在的这个战中 惊吓比较 我一般说 香港传统的名义表达 叫香港政府总部 中产阶级的半日游 就是类似于 2003年反23条的时候 50万人表现的那样 他们一般在 同楼湾集合 然后游行到政府总部 然后解散 但是那个时候的政府 因为它背靠的是江湖政权 他们那个时候 还没有现在的习近平政权 倒退的那么厉害 另外一个 那个时候的香港当局 他们有很多官员 他们还自己来自于 原来的港英政府 所以他们在回应民众诉求方面 还是有一定的 我们可以估计或者说 香港民众还没有 还能够判断他们的行动 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但是事实上也就是 经过十年后 香港民众发现 他们类似的行动 再也换不回当局的注意 这次把香港的民众 一步步逼到了街头 这才有了占众运动 我简单回应一下 刚才胡平先生担忧的 就是说泛民的支持者 流失的问题 这个我想大概 大家可以放心 因为我刚才 着重强调过 两个34%的这个民意调查 作为泛民的支持者 他们还是支持者 并不会因为 这次占众运动而流失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只有7.7%的 17.24岁的年龄段的人 反对占众 也就是说 时间在年轻人的这一边 好 谢谢魏玉昌先生 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 和听众朋友在线上 我们继续接听各位的电话 第一位是辽宁的王先生 您好 请简短 喂 你好 你好 是我吗 是 王先生 你好 你好 我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刚刚我听到大家在这议论 我非常反对 刚才温先生那种提法 他说 这个打碎了几个门玻璃 不算是暴力 那我觉得 这个不算暴力 那杀人放火 才算是暴力吗 是不是 现在已经发现到这个地步 那么这些抗议者 还有学联 用这种方式 是绝对是不应该的 我觉得在这个四十多天的这个抗议当中 我港府还有这个中央保持了很冷静 很这个应该说很冷静 很大度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 应该说咱们现在这个学联 还是抗议者 应该到收尾的时候了 我觉得用其他的方法 不要用这个堵塞交通要道 还有设置路障这种方式 来这个达到自己的真途选 这个目的 可以采取别的方法吗 好 谢谢良心的王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王先生 河北王先生 喂 你好 请讲 喂 我问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 如果这个香港事件 如果发出在美国纽约 你没得该怎么办呢 好 谢谢河北的王先生 接下来是山系的张先生 谢谢河北的王先生 接下来山系的张先生 先生也请把您的收音机 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掉 对 通过话筒来给我们对话 否则你影响我们广播 因为回音太大 嗯哼 张先生 小狗的转送用动 可以说是轻轻之火 可以两远 请您把你的电视 或者广播的声音调响 好 谢谢山系的张先生 你接下来一位是河南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好 你好 请讲 我是想说就是这个 我觉得香港这个战中的人士 他们如果 我就是说担心他们如果用这种 自杀呀 或这种方式 然后抬着棺材去战中的 或者是这种类似的行为吧 然后这种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就比较麻烦了 就不好办了 然后我想问一下 问一个问题 就是比方说出现这种情况呢 该怎么办呀 现在 或者是如何防止他出现这种情况 好 谢谢河南的李先生 首先我们请胡平先生来回应一下 那么尤其呢是河北的王先生提出来 如果这个类似情况发生在美国的纽约 美国会怎么办 在美国在西方也发生过这个类似的行动 不光是这个占领华尔街 还有像个六十年代 我们知道所谓那个学生运动 也有大量占领学校占领办公机构的这么些情况 当然这个西方情况相当有不可比之处 那就是在西方它毕竟是个完整的民主社会 在这里每一个人的选票 这就是香港所没有的 这是香港人们所争取的 通过这次雨伞行动的力图争取的 那么另外从那些 正是从西方那些情况来看呢 因为它是发生的学生 所以一般也都没有采取 所谓这个直接的去打压 那常常也延续很长的时间 最后才得以收场 那么从过去西方情况来看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问题 如果它持续的时间太长 往往会产生负效果 而且必定会给支持这个运动的相关党态 造成巨大的负面作用 就像我刚才会已经谈到 也顺便回应文明朝鲜的一句话 其实我们知道民意调查是这些年代 它发展起来的方法 过去并没有所谓民意调查 但是很多事情严格出来 其实不需要民意调查 我们只要想一想 像战中这种间接性的公民抗命 如果它持续的时间长了 民意会不会逆转 那么这一点它是个明显的事实 包括战中三子 包括学联群 他们都承认了这一点 那么逆转本身是对运动来说 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个答案是显示意见 既然我们已经看到民意在逆转 而且你在目前情况之下 你看不出什么情况下 可以制止这种逆转 乃至于倒过来 又重新出现回升的情况 那么显然这种持续下去的 只会加深这种逆转 而逆转显然对运动是不利的 那么这点我觉得 应该是个非常简单的事 到现在来说 已经证明得非常清楚 好 温云超先生 再给你一个回应的机会 然后我们就结束 第一个话题的讨论 温先生 看出逆转来 这一次是香港新一代人 他们用这种云革命的方式 他们依托互联网 去在无中心无组织的情况下 去凝居共识和形成行动 这是对传统抗争形式的手段 所以在我看来 他们完全有能力 继续发动这些年轻人 并且他们进金废赌 这已经会让他们 产生一个新的本土认同 这个影响会极之深远 也可能成为后续的 遗产革命的力量来源所在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希望大家面对这些 互联网成长的新群体 他们用新的平台 去做这种邻居共识和行动 并且已经证明 自己能力的情况下 我们不妨给他们 更多的信心和支持 好 战中香港战中运动 陷入低潮 香港民主何去何从的讨论 到这里就暂时结束 不过请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讨论 战中是非法活动 还是普世人权 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 美国移民改革 为什么争议不断 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 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 大家好 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逸 您想更了解美国吗 时事大谈将在进行内 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有问必答 对于美国的政治 社会 经济 文化 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只要您提出来 我们将在节目当中 为您 询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 中文网的 会视留言板上 提出问题 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 然后把视频 上传到美国之音 中文网的 我要上VOA栏目 您还可以使用 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 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 我们将在 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 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有问必答 我们电视上见 好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随着2014年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在北京召开 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在布里斯班举办 全球关注焦点 本月集中亚太 那么中国这个关键国家 后院香港的战中运动 也成为无法回避的试点 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 香港人正在为自己的 普世权利发声 民众必须有选择领袖的自由 习近平则表示 战中非法 香港事务为中国内政 那么美国如何处理 与中国在敏感问题上的分歧 香港的普选诉求 是否惊动中国的亚太梦 时时大家谈节目 现在就开始讨论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 中国民主活动人士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 胡平先生 胡先生在纽约通过skype 参加讨论 以及中国观察人士 媒体人 文允超先生 文先生也是通过skype 在纽约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继续欢迎两位 同学 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继续打电话来 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 400 120 0551 400 120 0551 好 第一个话题 我想请问一下 胡平先生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第一个 话题讨论的继续 刚才文允超先生 他表示这场运动的 他的特点就是 无中心 无组织 作为一场自发的群众的 争取民主的运动 您认为这次运动 他的特性有哪些 他的诉求是什么 有没有非常明确的诉求 到现在为止 他的目标是不是已经达到 这次运动的诉求 当然就是要求真普遍 这也是针对当年 因为早先 中国当局曾经承诺 在2017年 香港实行真正的普遍 而他现在交出的普遍方案 大家一看而知 是个假普遍 他通过对提名权的控制 而达到 使香港的选民 实际上不能投出 首先不能提出 他们自己愿意提出的人选 进而不可能 使他们得到民意拥护的人 真正的上台执政 所以由此招致了 强烈的反弹 那么这件事 我想它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为长期来 一直到现在 仍然有不少人以为 中共当局之所以 没有在中国大陆 实行民主 并不是它从理论上 从原则上拒绝民主 而在于出于 种种问题的考虑 比如中国那么大呀 怕乱等等等等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香港正好是一个实行民主的 一个极好的一个 一个实验地 那么因此的 你完全可以在香港 这个顺水推舟的 来推行民主 那么从这次 北京推出的 假选方案 可以看出了 北京当局的问题 并不是有别的考虑 而是它从本身 就拒绝这个普世价值 拒绝自由民主的理念 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我想这次 香港的雨伞行动 至少再一次 向世人揭示了这一点 所以他应该说 就这点而言 它的意义是相当重大的 是 文先生 刚才胡平先生也提出 这是一场 争取普世价值的 一场努力 而且其中心 就是香港市民 要求真普选 到目前为止 这场行动 已经五十多天 北京方面 港府方面 并没有表现出 希望听取 示威一方 要求真普选 这个呼声的 这么一个意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 您认为 战中运动 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仍然与 现在的方式进行 还是通过 不同的方式 来争取 真普选的权利 我认为 坚持目前 是一个比较 可行的方式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 八九的经验的话 我们很担心一种情况就是 当这些民众们退下去之后 他们可能也再起不来了 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当局 包括香港当局 他们在经济收买 包括司法打压方面 这方面他们可以 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如何消解掉 八九一代的 在国内的这些精英 或者学生们的抗争意志 或者抗争能力 同样的模式 他们可能也会 体现在香港上 所以在香港的民众 这方面来讲 目前来讲 坚持下去 坚持待变 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因为目前 中国不管是 从政治到经济 都出现了 很复杂的 不可预测的变数 特别经济上的问题 非常是急重难返 所以在这方面 如果坚持下去 当外界环境 发生变化的时候 香港的小环境 也有可能发生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田北俊被解职 还有梁振英 发表一系列 不当言论 都是跟这种坚持有关系 坚持才有机会 坚持才有变化 好 谢谢温先生 接下来我想问问 胡平先生 就是说 您一直以来在谈论 就希望您觉得 这个运动应该是 建好就收 那我想问问您 就您说的 这个建好就收 您觉得这个运动 如果是这个收下来 收回这个拳头的话 那么应该怎么样的 在扩大它的这个影响力 就这运动 如果通过其他的方式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让它继续下去 那么是不是可以让 刚才一位观众朋友 所提到的 让它能够星星之火 得以燎原呢 所以这样 就说收并不等于放弃 修正 只是意味着 改善这个抗争的方式 那么抗争的方式相当多 其实在香港 这个有相当大的 这种抗争空间 另外我当时也提到 这个在10月2号 如果在那个情况之下收 那个你 然后进走上谈判桌 同时呢 表示呢 如果港口没有任何 谈判的诚意 不排除 再次战中 那么这构成一种威慑 实际上在当时 如果学年他们这么做了 他们确实就还有能力 再发动战中 因为事实是凝聚起来的 那个时候组织是由 是对整个运动 是有相当的指导意义的 到了现在 那我认为情况 差点和文言 是从所说的相反 正是这种毫无忠心 谁也不代表谁的情况 必然会使这个运动 最后流产 乃至于失败 这也不是件好事情 没有忠心 没有忠心 就像学生里面也说 你既然谁都不代表谁了 那谁给你对话呀 你不代表任何人 人家给你对话有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连四五七六 连四五运动 那种天安门现场 绝对是群众是 以荣而上 没有任何组织 没有任何联系 在那种情况之下 群众尚且知道 在现场 要推出几个代表人物来 因为没有代表人物 你就一场运动 就完全是群众无所 完全就是一团乱 而且就像我们所知道 什么木桶定律 一个木桶 能装多少水 取决于最短的那个版 同样的 一个没有组织 没有领导的 这么一场运动 他最后的命运 一定是取决于 最激进的那批人 那他们这些人的 所作所为 很可能和大多数 参与者的想法 根本不一样 但是呢 他们会把整个运动 导致逮到那个方向 现在我们看到 运动在现场的人 已经和高超期间 我们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那么大部分人 已经离开 这离开的人 并不是都是休整 有些人就不愿意 再参加了 也就是我一再强调的 这个民意的逆转 包括参与者自身的 民意的 这个民意 有所改变 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这一点来说 你就很难说 我想当初发动的 他们绝不会认为 他们一定会认为 我发动的成功 就在于支持的人 越来越多 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如果当你发现 参与的人反而变少 支持的人反而变少 你无论如何 也不能说这种方法 搞到现在这个程度 是成功的 好 我们继续来进行 我们的讨论 就像我们刚才在 引言当中所谈的那样 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北京参加 APAC峰会的时候 以及在澳大利亚 布里斯本参加 G20会议的时候 都谈到 香港的这场运动 是一场争取民主的运动 它代表了一种普世价值 因为一个地方的人民 有权利来希望选择自己的领导人 那么习近平主席 也做了针锋相对的回应 他表示这一场非法的行动 而且中国媒体 最近一直在指责 这场战中运动 幕后有国外敌对势力的 这种操纵 那么文超先生 您怎么看待两位领导人 在理念上所表达的不同 我想在奥巴马总统来讲 他只不过是说了 他早就应该说的话 当然他选择在 特殊的一个20国峰会 这么一个时间点和场合来讲 这可能是跟他的一个 新亚太战略 就是说重回亚洲这个战略有关 那直接点说就是围堵中国 那至于习近平先生的反应 我想也是在意料当中 因为这一场香港的 这种去中心化 无组织化的运动 依托互联网这种平台 他很有可能对中国大陆产生辐射 因为现在也有一些 类似于Twister这样的 去中心化的社交平台 他有可能催生中国 类似于雨伞革命这样的运动 去中心化无组织化 他本身可以坚持最核心的诉求 没有人能够跟别人去谈判 或者退场 这是运动的宝贵之处 而不是缺点 那至于习近平先生说他是非法 这种说法 当然我们是可以意料的 甚至一些物名化的说法 我们也是不足为奇 好 谢谢温先生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 贵州的刘先生 刘先生您好 您好 能听见是我吗 可以听见 请讲 您好 各位嘉宾好 我想说的是那个 我个人比较经常有那个温云昌先生的观点 他这个公民抗命跟这个政府 然后我认为他这个是一个心理的博弈 你公民抗命你这个占中人是在看 实际上政府也在看 你站在公民的角度 你心里可能怕增压这些 而政府他心里也是虚的 这就是我的观点 这就是一种心理博弈 不仅是场面上的博弈 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博弈 那么到以后情况会怎么样 恐怕谁也不知道 好 谢谢贵州的刘先生 接下来位是河北的齐先生 齐先生您好 你好 我就说是 这个战中是非法的 还是那个最终结果是烫比档车 好 谢谢河北的齐先生 接下来位广东的黄先生 黄先生你好 广东黄先生 好 调先了 请您再播会来 400120551 北京的李先生 北京李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嗯 请讲 香港的 香港的 啊 主持人好 香港的未来是香港青年的未来 香港青年的现在的 所有的一切活动 都是为了将来他们的牵托 所关注的事情 这个问题 目前来讲 香港青年 香港先生 他们所属于所 要争取的目标 就是要欢圈移民 这个目标非常明确 我非常支持他们 好吧 好 谢谢北京的李先生 首先我想问 胡平先生 就是说 呃 这次的这个战中运动呢 我们有些评论说 他可能会 这个我们在岛屿中也讲到 是不是会惊醒 呃 中国的亚太之梦 那么一次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那么香港的政治经济 它的这个呃 曾经所有的强大的这个杠杆作用呢 似乎也在降低 您同不同意 嗯 我想当然由于这个中国大陆本身的经济发展 呃 香港的作用显然是比过去这个要有所降低 呃 这些民主就是 就是非不能也 是不是不为也 是他不愿意 是他拒绝 那么这就给人们敲上一个警钟 呃 一个如此顽固的拒绝 普世价值的呃 呃 呃 这么一个政权 呃 随着他国内的增长 呃 在世界上这个 这个世界事物中 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吃重 它到底会给世界 对这个 对当今的世界 带来些什么 那么现在这个是值得一个 给大家所有人都思考的问题 嗯 文英超文英超先生 刚才你谈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就是这次运动也凸显出 在香港老一代的这些所谓的民主派人士 和新生代这些学生之间 他们在争取民主诉求手段理念等等方面的不同 您认为这场运动对于香港今后这种 民主他如何实现他的目标的提出 他的手段等等会不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呃 我可以 我们可以说这次遗产革命 他们是在过往呃 泛民的前辈们用尽了所有的温和抗争手段 但没有效果之后 采取了一个种更激烈的抗争方式 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 这次已经在街头占领了超过50天的情况下 还是没有效果 这会带来这对未来的指向 其实会指向一个更清晰的前景 也就是说这种抗争会更激烈 并且另外一个我们不得不看到 这次学联代表上京被拒绝 他们会让香港人的这种疏离感进一步加强 这当然有助于香港寻找自己的认同 反过来他也会加强 呃中国呃 加快废弃香港的这么一个进程 就是说降低他的经济或者政治的影响 减少香港对中国大陆的冲击 但是这个对呃 呃香港的中下层未必是坏事 因为香港现在的所谓的经济都是一个呃 呃地产霸权权贵资本主义 呃中下层基本上没有从中得意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其实对未来的抗争看好 因为他会慢慢香港的抗争形势 会跟中国大陆的抗争形势合拍 任何一根稻草都可能是极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香港的民主革命越激烈 就越有可能成为真正的颠覆基地 那胡平先生 从另一方面来看 如果这场运动像某些人担心的那样 无疾而终 或者说由于他逐渐失去市民的这种支持 而不得不收场的话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对于香港今后争取民主 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主 会不会有负面的示范效应 我想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负面效应 刚才温云超也谈到了 这次年轻人采取比他们的前辈 更为激烈的方式抗争 认为他们前辈那种抗争方式无效 但是他们现在也发现 这种方式怎么样无效 这就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失败主义情绪 那么和温云超现在想象的相反 在这种情绪之下 人们并不会去进一步升级 搞更激烈的抗争 相反大多数人会去放弃 这就是我们在八九路史之后 所看到的事情 因为毕竟大部分人还是比较现实的 在目前这个社会条件之下 进行进一步抗争 既然缺乏相应的手段 你已经把游舌都用到头了 没有什么结果 那么当然大家会因丧气 而不会采取一些更激烈的 比如暴力的方法 这个在香港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那事实上我所想到就在于 这次看到明明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小小的一个香港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这个在历史上公民抗争中 是很少有之相比的 再有它终于是你港府 你拒绝对话的人 你不得不走到对话题上 而你一旦走到对话题上 你也不能不做出一些让步 事实上港府也做出了一些 哪怕不大的让步 这已经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胜利了 那么我们现在并不是要证明 中共多么坏多么专制 相反我们需要证明的是 尽管中共那么坏 我们只要坚持抗争 坚持抗争德华 我们依然能够取得成就 这种心理才能促使人们 强化进入的抗争 反过来如果造成另外一种心理的话 它只会对所有的人这种可能 都造成那种负面的效果 好 谢谢胡平先生 知道温云超先生一定要回应 您有一分半钟时间 我想香港民众在街头坚持了50多天 从抗争形势而言 他们已经向世界证明了他的胜利 我想这也会坚定香港民众的信心 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 关于普选的每一个环节 包括立法环节 包括最后的选举的环节 只要这些香港年轻人 他们还有抗争的意愿 他们知道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 已经没有办法对他们清闯 他们可以轻而易己的 继续的占领路面 我想这是这次抗争的 取得的一个最大的成果之一 随着年轻人的成长 随着这方面力量的增加 我想在未来 还有一些新技术的变化 他们可以有更多新的玩法 他们有更多新的可能 我想永远坚持保留变化 等待变化 保留可能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好 我们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 再接听一两位听众的电话 吴南左先生 你好 这个是这样的 我感觉这个问题吧 就是说这个占领中环 这个运动呢 也持续了五十多天 其结果呢 就是习近平所说的 有外国敌对势力的 这个渲染 想当初六四运动的时候呢 也有这种说法 反正是有什么东西 不管是有什么运动 都是有外国敌对势力的一些支持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运动 真正的能够成功的话 那么就是说肯定是香港的政治没有倒退 那如果说这个运动不告而终失败的话 它这个香港的这个政治 是不是显示出明显的一个倒退呢 请两位专家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看样子 我们现在节目既要结束的时间就要到了 这个话题呢 我们暂时没有办法解答 不过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一同来看一看 香港这场轰轰烈烈的 争取真普选的民主运动 它到底今后会朝哪个方向来发展 会不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好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时大家的很多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中国民主活动人士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 以及中国观察人士 媒体人温云超先生 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您收看 另外呢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 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 点击卫视留言板 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 Facebook和Twitter账号网址 分别是Facebook.com 斜杠VOAIO和Twitter.com 斜杠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 美中关系是否峰回路转 同时呢我们也将推出 VOA有问必答栏目 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宇周 祝您晚安 我是宝晨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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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